周六,25日,就是农历新年。港股在下周三,29日,福市。 当日为佳节后首个交易日,一般叫做红盘,大家都希望红盘高收。 股市年头旺到年尾,有回这么上下草灵的股民,都会注意一些传统的新年禁忌。 免得招来破财,今天就讲几个常见的忌议。 1. 开市别触股有新年快乐。新的一年股市快乐就不好了,新年进步。 恭喜发财会适合听点。 2. 除此之外,亦避免讲万事大吉。 投资最怕得个吉,炒股最紧要是一本万利。 出入平安。 3. 开市前在家或办公室避免掃地和倒垃圾。 免掃掉财器。开市后财正常处理。 4. 新正投最好别食粥。 以前穷等人家没饭吃才要食粥。 炒股亦最怕只股煲没米粥。 等到颈牆都炒不起。 投资最紧要得米。 要食就食碗米饭啦。 5. 小心处理玻璃等易打烂的用具。 若然真是刚好手软,就用红纸包好。 讲句落地开花,富贵荣华,又或者碎碎平安。 百无禁忌,等年初四接财神。 年初五后才雕气。 6. 此外,香港经济景气是怎样? 大家都心中有数。 保住饭碗自然是打工仔的头号新年愿望。 所以都是避免港财员广进或财员滚滚之类的祝福语。 事关财员的鞋阳正是财员。 财员广进或财员滚滚就真是闭藝。 所谓崩口人寄崩口碗,祝福大家大富大贵。 富贵荣华,步步高升,年年有余不是更好。 当然,这些禁忌,信不信由你,不者不鼓励迷信。 只是江边闲谈农历新年民间集族又同大家分享下。 毕竟炒股都算是偏材。 不少股民都信邪,过年期间醒醒目目,趋急避空, 自然全年万事如意,股场得意, 港道投资,每年农历新年之初, 黄金价格多数会有好表现。 因为不少中国人都喜欢买金过年, 寓意金银满屋,鸿途大展, 所以在过年前,不妨留意下持有黄金相关投资产品。 搏发个新年财,专年股民热话专栏今日见罕后收勞。 选年大年初五开始再见。 岁哥在此预祝各伟股民如意吉祥。 四季安康,投资大丰收。